你也在外面的桌上玩嗎? 我們Roolig一直很有牌 Parkett Assess Kognov在Button抵抗4-6黑桃 那這個Ball對他來說非常非常有利 其實像這種狀況 你可以看我們Rolic這邊選擇一個Check 其實之前也有跟觀眾聊過 Asus在這種結構上其實在你的Open的一個範圍裡面 並不是一個你擊中很多牌的一個範圍 所以這邊有時候你會選擇一些Check 保護一下有時候你是X-King你也要Check 可是你可能Check不一定會蓋盤 你可能選擇Check 這時候你會選擇Check Call 那其實這個Asus在這種結構上在這種籌碼還很多的裝置下 其實是非常非常的不利的 那如果下面的底池是說假設只有一個 可能跟你的籌碼比是1比1 1比1比2 那打完倒是沒什麼問題 可是他們現在都其實籌碼有20萬 所以現在是1比20左右 那Cagunov這邊應該蠻適合做一個價值下組的 可是我覺得也應該打不打 因為對手也沒太多牌可以跟 那我覺得這邊蠻適合做一個兩對的一個價值下組 可是他也在想說對手到底有沒有牌能跟 因為畢竟對手也是一個職業的 所以應該會打一個很小的一個價值下組 好 下組五千 好 Cagunov這邊一個Value Bay拿下來第一次 好 我們的Suntimer選擇一個226 所以其實你看 現在尤其在這種籌碼很多的時候的META大家都會習慣做很多的令 那這時候大家都擊中了一個敵隊 那 那 那我覺得這邊他是蠻有可能的 我覺得這邊要下組不下組其實沒有什麼問題 那我覺得如果要下組的話主要就保護自己的21隊 那 那我們Bankhawk這邊也選擇了一個Check 那River當然會做一個Radio Bay 那 那這邊21隊其實真的蠻難抓的 因為最一個敵隊那上面全部什麼都中 我覺得這邊應該是沒辦法跟的啦 因為這邊你要說miss的這很難miss 一般 那你 多少 我喜歡這次的這次 因為你已經看到了所有的部分 那你覺得嗎 不肯定嗎 那我還想要去到那裡的山洞 那你踩上你的Kicker 哦 我的Kicker比較像Bord 所以我踩上了 大家剛才講說我也只有21隊 我只有21隊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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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km or 30km yeah oh did you say 10km? oh i didn't if your preferences are different than usual people's you're kinda lucky with prices so like i just wanna be the countryside way more than the city the city is a lot like 5.000 yeah i don't want that but it's easy it's time we moved to the countryside in the UK we have chickens chickens? chickens four chickens it's my first pastor nice so are they allowed to come with you in bed or what are you doing? they haven't gotten into bed yet but they will certainly are getting their rescues are they like scratching the couch and stuff like that they've only gotten into the kitchen now as well they hang out there they poop everywhere because they can't control their bone lines so you don't want to keep them too long like roughly every 10 to 15 minutes they have something to drop out so you gotta look for one then you can hang out with them for a little bit 那我們這邊Kakanov架一個A6銅花 那我們的Rolliger選擇一個抵抗 那Kakanov架選擇一個C-bet 那其實有時候 我看到其實有一些職業玩家也不一定會下注這個C-bet 因為他們有時候會check一些頂隊 kick弱的保護自己有A死 那這樣子做的好處是讓對手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說 我check並不代表我沒有A 只是我沒有bet而已 這樣有時候可以保護你的一些A死 然後有時候你的音樂這樣子 可以賺到更多的籌碼 好 14,000 《X-K-ex accommodate》 一輩車 一個人上網 應該要 cameblaiver 最會撒週 冷空風 ですね 《乜丹花灰尚》 《應該是餐桌》 剩下的屁股嗎? 沒有,我沒有 祝你我們會分析嗎? 我沒有 我沒有分析,我會說 你沒有分析嗎? 你沒有分析,你沒有分析 好,可以看到我們剛剛選擇 S-King boot 3-bay的Pancock 這邊在Hydra選擇 JQ-off,選擇做一個3-bay 然後我們的Ivan Leo 在Cut-off選擇一個冷根 那D-Rose這邊Puck-Ed 應該也是蠻好做一個更圖的 那Bagcock這邊選擇 很有可能會做下注嗎? 因為他雖然沒有中 可是他有兩張 大牌加後門順 那Ivan中了我們的 Top pair 可能會選擇下注一個 1萬1嗎?下注一個3分之1的底線 那選擇一個更小的下注 大概是下注了8500 那在這邊 那在這邊其實下注小跟下注大的狀況 其實不會影響太多 因為畢竟這個結構其實是蠻乾的 那D-Boss這邊有個Puck-Ed 那我覺得是有機會跟住的 因為他有一些後門順的機會 再加上Ivan很有可能 跟一些QK童話 A10、AZ、AQ童話之類的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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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an在這邊有一個A9 其實因為D-Boss 首先他是一個Open Racer 那其實他 我們可以想一下他手牌的範圍 那其實在Ivan拿到A9中央 其實他這邊被跟 其實他覺得也不一定會覺得很開心 因為他可能手上 他可能會有時時時時時時的牌 那也有可能會有一些三條 所以Ivan的A9 可能會比較 傾向於攤牌 就是他這種頂隊我覺得就是兩條界的價值 然後看他選擇 要在TEN選擇下注呢 還是在River跟住對手的BED 那這時候 就是看他怎麼做決定 會比較適合他當下的感覺 對手是在那一陣子 對手給你 我獲得得了 對手 對手 我看到了 用足力 對手 對手 他沒有手 對手 沒有說你能等待到A7 對手 對手 那不是的問題 因為他們有20% 你就有得平衡 你能夠玩它們的確保 對手 對手 然後你能夠遮捏 SATS打招 那我們的DeBose選擇Chick扣兩發 那我們的Ivan這邊應該選擇Chick嗎? 我贏了 那因為這邊就是頂隊 其實被抵抗了兩發下來 其實他這A9其實也不太有辦法去架子到對手太多的東西 因為畢竟9在他手上對手也沒有太多9的組合 對手很有可能會有1010甚至是JJ 所以他有三條做一個ChickRace 所以他其實這邊A9就是兩條接的架子 打Turn、打轉排或是打River去抓對手的Buff 那就是這兩條 那我覺得 都是不錯的 那這桌機可以看到我們有一些新的面孔 我們等一下來看一下資料 看一下這次的玩家到底是誰 是 把手脑掉 把手脑掉 我嘗嘗 等着我 然後這邊有看到我們Jason Quinn 拿一個A5銅花在A5TG加了選擇一個加注 然後Greenwood應該是選擇跟注 可是我沒有看到他的底牌 然後被Lolic做一個squeeze 然後遇到了一個我們的4B 我們的Jason Quinn選擇一個A5銅花 選擇一個4B 這種應該就是所謂的4BB 那時候拿著一些Block 這邊Lolic選擇了一個跟注在位置的狀況之下 抵抗了他的QK銅花 那這一個Flop 我們的Jason Quinn選擇一個持續的下注 那我覺得Lolic這邊抵抗了一個4B中了一個頂隊 Block了一個KK的組合 所以他不太可能會蓋掉他手上的牌 那這邊Jason Quinn的Block可能必須要O-in 那Lolic中了頂兩隊當然也會跟 那Jason QuinnRiver還有發一個AX跟發一個Diamond的機會 因為他底池已經非常非常的大 底池已經12萬7了 那Jason Quinn在這邊 很有可能會直接做一個O-in 好他持續只做了一個三分之一左右的下注 那我們拉了一個 這邊Top2 pair 這應該會 繼續的跟注還是他會直接O-in呢 然後在這邊 River被 傑森捆超車了 中了一個S Rollig這邊 他的兩隊 可是其實我覺得他這邊打不太出來 因為對手在4B的範圍全中 他應該氣死 可是這個也是沒辦法 只能說兩個玩家都打得非常的好 對手 i can't register the tournament until you're uh 絕生困 在Button大概可以加注50%的範圍 所以我們的J High以上的童花牌 我全部都會加注 J2J3J4J5以上 Q2Q3Q2Q5K2K3K4K5 都是一個適合加注的一個騎士手牌 那我在直播間有看到說 Greenwood頭髮怎麼又變少了 那我覺得你們可能看到 Greenwood是Lucas Greenwood 另外一個是Sam Greenwood Sam Greenwood的頭髮好像有稍微多一點吧 那他們的 他們是長得很像雙胞胎的親兄弟 那Sam Greenwood的頭髮應該是比 Lucas Greenwood稍微多一點點 那我們的Jason Quinn他的一個頂隊 知道從頭到尾他都沒有選擇下組 那我覺得有一些原因就是他的牌其實在這個結構上 對到盲住抵抗的牌其實 他不太擔心手上的騎士手牌會有太大的結構上的改變 那他覺得他的KA應該是領先蠻多的 那我覺得這邊就是一個Reverse 就是一個EC code 甚至我覺得這邊Race都不奇怪 因為他埋伏了那麼久 所以對方可能會下組一些Q啊 或是一些9的一個價值下組 那對方我們就下的非常的小 我覺得這Jayson Quinn的一個KA 我覺得如果在這邊Race 我覺得其實是蠻有可能發生的事情 可能加個1萬5左右 加到1萬5喔 加到蠻大的 加到2萬5 前面損幾條街的架子損失 一條街全部拿回來 那彈軒本身是一個非常聰明跟厲害的玩家 那 他也會覺得說 你從頭到尾都check 怎麼Reverse有辦法做一個下組 那其實彈軒算是非常的小心啊 所以真的要贏到彈軒的籌碼真的很不容易 好 對喔 咱們有一個 4J童話 一個非常好的騎士手牌 OK 那在這邊 我們Rolig中了一個頂隊 那Rolig中了這邊 雖然他並沒有擊中任何的隊子 那我覺得這邊是一個蠻適合做C-bet的一個騎士手牌 因為你有2OverCut帶個BattleFlash 那我覺得BattleStray 所以在轉牌有很多牌可以幫助到他 任何的紅心 任何的7、8、10JQ 然後甚至S他可能還有K都是一個他可以來轉BattleFlash牌 所以我覺得這個10J是一個必須要持續下組的一個牌 甚至我覺得這邊被Check Race我覺得都可以抵抗一發 然後你可以去買你的後門的順阿花啊 對子阿 所以我覺得他Arts是非常非常多的 所以我覺得 這邊就像是被Check Race可能都要抵抗一發 然後 可是這個Check Race好像稍微有點大發一點 好像是下注到28,000 他只下注3000被加注到28,000 那這邊就真的蠻難跟的 因為他總共籌碼只有18,200 那在我剛剛講的一些狀況就是 如果是一些比較正常的Size的話 我們SJ是絕對不會蓋給他的啦 可是這28,000因為會影響到後手太多的狀況 OK 哇 最好的其中一張牌之一阿 雙頭順帶Frogstrawl的一個牌開出來 然後像底池來到了7萬 那如果Steve O'Dwell如果選擇了一個Check Race 再扣個10這台 在這種結構上面的話 其實他 很有... 他就不太容易會放棄這個TEN 那TEN只是不知道他是要選擇做一個... 嗯... Buff還是要選擇一個... 嗯... 選擇要Check 可能他想要Check看Freecar還是要選擇... 如果這邊我是一個S High的話 我可能會比較傾向於Check 因為我可能會... 因為S High就贏了嘛 那可是我這邊如果是有Jack的話 我覺得我可能... 好... 我們Miss了這一個... River 那我覺得Law League如果選擇Check這個TEN 他也可能會CheckRiver 來... 去抓對手的... 變成Buff Catch啦 因為這邊... 你Value被贏不到什麼東西 那對手很有可能也有一些... 5的Range 有一些A5之類的牌 那可是他贏了對手... 很多買換Miss的牌 所以... Law League這邊很有可能做一個Check Code 來抓一個Buff 那... O2L其實他TEN我相信他不打 一定有他的原因啦 因為其實他不打... 其實因為他的AUTS其實非常非常非常的多啊 所有的... 8K啊 10啊 J啊 同花 都是他的牌 他也很有可能因為怕下注之後 被... 對手O引 變成是說他很可惜 沒有辦法看到這個River 所以他選擇了Check 那也並沒有說... 我覺得這個Check不好啦 只是... 呃... 每個人的策略可能界定的不太一樣 搞不好... 他有些花色或者是有些數字他會選擇打 那有些會不打 那可能就看每個人的平衡策略怎麼設計 那... 我都要在這邊就選擇放棄了 那... 這邊謝謝我們觀眾說要看比賽看通宵了 那... 那... 我也會陪著你們通宵 哈哈哈哈 UTG 啊... 我們的... Lucas Greenwood 加注到了... 2.5個大盲 蛤? 來送你啦 第二槍 蛤? 第二槍 他媽你這麼衝動 對 對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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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這邊Bankard在Cutoff選擇跟注了一個... 7500 2.5的BB 那... 我們現在我們的Micro Solizar這邊 King Queen 應該會選擇跟注 那...其實有時候你會看到有些人拿King Queen選擇 再做一個3B加注 就是再加注 有些人會選擇用跟的 其實這個King Queen他是不錯的牌 可是你要看 加注的人是什麼位置 如果加注的人的位置是... 呃... 比較靠後面的話 那King Queen可能很有領先對... 對手Range的範圍 所以可以選擇再加注 那如果你是一個對手對上UTG 這把是對上UTG的話 所以他選擇一個... 呃...他只選擇了一個... 跟注 就是因為他的前面位置大部分的鎖來範圍比較強 你這邊QK去加注的話 很有可能是落後 對手的範圍 所以這邊QK選擇跟注 是... 相對來說是比較好 那... 那...在這一把打完 會有一個15分鐘的休息時間 那...在... 這個狀況之下 我們的... Becca... 選擇在... IP沒有擊中任何... 排的狀況之下 選擇了一個... 然後... 選擇一個偷機 然後... 用Q9直接把這底子拿下來 可是... 呃... Michael... 我相信Michael心裡也知道 就是... Becca是一個打得比較鬆的玩家 那他的一個頂... 他一個... 第二大的一個... 一個對子 應該不會這麼容易的... 氣給他 我覺得... 很有可能會扛他兩發 那如果他敢打第三發的話 我相信Michael會蓋牌的 可是如果這一發... 其實這樣武隊整個結構來說 並沒有太大的影響 那... Michael選擇跟了這個flop 很有可能會再扛一發 然後在Reaver如果對手 真的... 最後一張牌還敢再打出來的話 他可能就會放棄 因為其實說實在的 呃... 在比賽中 真的要去偷機的人 並不是這麼的多 尤其是連打三發的人 那我覺得這邊... 連根兩發 那... 這邊是因為我們是 上地視角看到這些牌 那... 他連打兩發 其實在... 呃... 呃... Becca其實心裡也想說 都被連根兩發了 對手有A也不會蓋 我這邊怎麼可以去bluff 所以我覺得這邊Becca很有可能 是... 不會再繼續偷的 所以... 其實你要連續扛三發的... 打三發的bluff 是非常非常的艱困的 這邊要真的非常非常有種 才真的敢打得出來 因為畢竟被... 被對手打... 打了... 兩發都被跟 對手很有可能有A死 好... 是我小看了我們的Becca 他真的非常的有種 Be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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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 可是這個Becca的Size 是有一點點小了 是... 一個... 很像架子下注的一個... 呃... Becca Becca 可是這邊如果... 我相信... 如果... 他有一個可以連打三發的手牌的話 是... 應該... 會是一個比較大的... 下注 因為... 畢竟你在這邊能連打三發 你可能要有兩隊... 的... 以上的牌力 或者是有一個非常大的... 也許是... AQ之類... AJ的牌 那... 現在就是... 呃... 小... 他在9萬多的底次下注了3萬 OK Michael的K被打蓋了 我們的Becca會不會開牌呢 啊... 應該是被修卡了 被開牌了 God damn it 啊... 啊... 真的是... 出意料 Fuck man I was like... 2-4 2-4 50 big blind You have 50 big blind You have 50 big blind 好... 我們的Richard Young 我們的楊老闆 上桌了 哪一個 哪一個 選擇架住了2.2個大盲 AX Queen 非常強的騎士手牌 而且還是童話 那我們的Michael Souza 呃... 這邊King Queen 就像我剛剛有聊到的 其實King Queen 他是一個不錯的 呃... 騎士手牌 可是如果面對 稍微比較前面玩家 可能會比較不夠 我相信Michael Souza 這邊會all in的原因 是因為他覺得 Richard Young的open range 是稍微比較鬆的 那AX Queen 真的是剛好的確 他拿到一些比較強的range 那Richard Young 平常會open 會更鬆的牌 所以如果是一般的玩家 我覺得 Michael不一定會all in 這個King Queen 我覺得他也是因為看了人 而做了調整 不然 我覺得這邊 他... 不一定會all in 這個King Queen 可是我覺得 呃... 有可能他們桌子上的人數 可能是稍微比較少一點 那... 呃... 所以他選擇直接all in 那我覺得 我並不會覺得這all in太差 因為King Queen 大概也是 呃... 還不錯的騎士手牌 繼上次 紀州島 傳奇撲克系列賽之後 這邊是... 黑山 在... 呃... 在百度翻譯上應該是 蒙特內戈羅 蒙蒂埃古 然後這邊在巴爾幹半島旁邊 在阿爾巴尼亞的... 跟阿爾巴尼亞連在一起 比較靠西邊一點 歐洲 好... 我們的Ritchard樣選擇Limp的一個... 勾九 童花 那我們的... 大盲 選擇了一個A-high 選擇了一個check 因為他有一個... 不錯的showdown value 還有一個開牌的架子 好... 我們這邊Ritchard樣中了一個... 第二大的對子 那我們的上排門這邊 也很有可能會選擇抓一個bluff 因為他的A-high是夠大的 好...選擇跟住 然後我們的... Ritchard樣再度... 贏一下底子 那剛剛觀眾說 以前有看過我在鬥魚上直播 啊... 謝謝你的收看 我以前真的... 有一陣子在打一些網上的比賽的時候 我就是在鬥魚上面做直播 那時候做直播是因為怕打牌打久了會睡著 所以... 做直播跟觀眾聊天 可以玩比較久一點 好... 我們的Facer在... 呃... UTG加1 拿一個KK加注兩個大盲 是一個最小最小的加注 其實有些人會問我說 呃... 要加注2... 兩個大盲 2.2個大盲 2.5個大盲 到底拿的比較好 其實我覺得2到2.2其實都是一個... 呃... 正常的一個Size 啦 那其實會有一些狀況 其實... 有點難... 細節有點難講 反正簡單來講就是 你加注兩個大盲 你要對自己的Pulse Flop的... 技巧非常有信心 因為你會被抵抗的... 機率會增加嘛 你加越大對手抵抗的越少 你加越小對手抵抗的越多 所以當你對自己的翻牌後技術有信心的時候 你加小一點其實是沒有關係的 因為你被3B的時候Size會比較小 進去慘打機會會比較多 然後我們的Faith感覺持續的在做一個陷阱 嗯... Crippy 因為對手有一些... 順值的機會嘛 然後或是集中一些6或是Q 那對手... 有9機率本來其實就蠻低的 那我覺得這邊KK 是應該會做一個... 9000左右的一個價值下注 不用打太大 那他下了一個1萬4 那哈瑟這邊... 其實一對6其實... 非常的尷尬 雖然有中一個對手 那可惜面對對手下注 在... 在... 在合牌 他其實有一些牌是很有可能被疊掉 開一些Q啊 而且基本上... 有超過670%的機率 會開出HIGH卡 他的6變是說 是一個比較堅困的BLUFF Cache 是一個比較... 堅困的抓機牌啦 因為... 在這個River其實很難... 很難... 很容易就開到比6以上大的牌 所以他很難... 有辦法繼續跟下去 那我們這邊Faith的... 拿到KK 擊中了一個頂夫號 對手其實很難有牌可以做支付了 那... 這55500的底池 Faith的會下注多少呢 好... 我們的Faith直接打滿一個... 滿池 那這時候... 換我們的哈森 覺得非常的奇怪 因為其實這張K 對他來說是一個... 不錯的一個BLUFF Cache 因為這張K 很有可能是擊中... 他的範圍 所以... 他現在在... Faith在表示說... 他中了他的範圍 喔... 是... 他是應該是丟一個... 一個... Time Bank 那... 在... 這邊後面... 你們會看到... 玩家手上有一個... 比較像方版的東西 那並不是籌碼 那是你的... 銀行時間 就是你可以拿來選擇去... 因為他每一次想 好像是30秒 所以這個Time Bank 是拿出來... 去延長你想的時間 那... 他這個... 中一個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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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就剛才講 其實是一個... 很艱困的抓機的手牌 因為其實... River 其實最後一張牌 很容易開出比你大的牌 其實非常非常難跟 就算是開出一張比較小的... 被... 做一個被6倍 66也是非常的痛苦 那... 通常我在... 轉牌 我可能就蓋了 然後... 如果要跟的話 就是會帶著一絲僥倖 希望他River check 然後我就可以開牌 那... 這是... 有時候會有這種想法啦 那... 我相信Facer的牌應該是... 如果Adams Limp的話 應該是一個... 適合加注的騎士手牌 他一直在... 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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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生氣 然後...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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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這邊我前面有跟觀眾聊到喔 小盲大盲的攻防 盡量... 以四個大盲為原則 就是你加注是加四個大盲 不要加二點五個或是三個 在於籌碼健康的狀況之下 就是... 可能是一個... 三十pp以上 四十pp以上 你要加就是加四pp 或是三點五pp啦 就是... 你要加一個比較大的Size 讓對手沒這麼好跟 加上你一小盲 對手如果跟住的話 你永遠都沒位子 所以... 在沒位子的狀況之下 你要讓對... 對手付出一些比較... 呃... 難以繼續的一個... 一個... 一個價錢 那... 這邊... Adan擊中了一個top pair 那... 我覺得這邊應該是會下注的 那... 我覺得Face在這邊S High 其實很有可能會Defend喔 因為其實... 他會防守的原因是因為 第一個他有位子 第二個他有S High 他有... 呃... 銅花... 買... 後門花的機會 後門順的機會 所以其實... 綜合這四個機會 其實他很有可能... 會跟住對手的C倍 很有可能他S High 就是領銜對手 Adan的下注也蠻大 下注了大概一半左右的地次 好... 我們的... Face 是不是要選擇跟住呢? 沒錯...跟就對了 好...集中一張五 應該更難蓋了 OK...雙方都選擇了一個Check 那...我覺得Adan這邊 我覺得他也是... 呃... 我覺得他這邊Check 當然是選擇一個Check Call啦 因為他可以... 呃... 去讓對手有一些牌 可以來投機 那...因為在... 對手跟住了一個... 四個大碼 其實對手也會有一些 10勾的牌啊 甚至有一些80的牌 OK...雙方都Check 那...我相信... 那...我相信... Adan這邊應該會選擇Check 然後... Face有可能要不要來轉一個Bluff 那... Adan這邊下注其實我覺得也不會不好 因為對手也很難來做一個Race 我覺得這邊就是取決於... 他在想說... 呃... Facer是什麼樣的人 那... 我覺得這邊選擇下注 我覺得九配在E對E的狀況之下還是有領先 他還是有可能領先一些牌 我覺得這邊會選擇一個Bet Fall 你選擇下注然後被對手加注的話 選擇7牌 Pizza Restaurant 我覺得會比較會是這樣子的一個策略 畢竟對手沒有6 你要真的他要加出來其實沒這麼的容易啊 就像我剛剛講的 其實... 大部分的Bluff 大部分的投機 遠遠比你們想像中來的少 真的 你就仔細想想嘛 你們在打牌的過程之中 你們有試著在Reverse去做一個很大的投機嗎 有 我相信絕對是有 可是次數呢 一定相對是非常的少 與... 跟... Value Bay比起來 一定都是有牌的狀況之下 一定會比較多很多 所以... 我覺得... 這是一個... 一個比例的問題 那我覺得 Adan這邊做一個Value Bay 我覺得非常非常的好 然後... 要讓他多賺到了3萬的籌碼 Ace Check I won't bet He jam I won't call Ace King 我們的傑森 在UT區 拿到了一個... A...J...黑桃 I mean... I mean... When the Ace... When the Ace came on the turn I thought somebody's gonna be screwed 我們Pofar在... Ace came on the turn You know I think who's the one that's gonna be unlucky 那... Pofar其實... 前陣子我看到一個文章 就是你不可不知道的 世界頂級... 撲克界富豪 那Pofar就是其中之一 那... 呃... 呃... 本身他就是那個... 傳奇撲克的主要老闆之一以外呢 他也是... 呃... 他自己也做了一個品牌 Pofar Poker 其實在網路上也可以找得到 是... 對 那... 我們的... Jawson Quinn 中了一個... TPTK 其實你看到很多的職業玩家 中到這種頂對頂... 3... 頂對頂... 那時候常常做了一個check 其實往往這樣讓他多贏了非常多的籌碼 我們也可以來想想看為什麼他們要這麼做 然後我們的Judson Quinn 繼續選擇check 讓對手 創造了一個對手可以投機的機會 那我們的Pofar選擇兩發的bluff 那我相信Judson Quinn這邊選擇了 Slobre他的頂對踢腳應該是選擇要來做一個bluff catch 所以他繼續選擇了check 那Pofar這邊應該知道自己落後開不了牌了 他有沒有可能在做最後的bluff 他已經來到22萬多了 他已經來到22萬多了 果然我們的Pofar選擇ba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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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 in 真的是我們剛剛聊到就是資金充裕的poker player 絕對有種做你做不到的事情 他選擇在IP沒有中狀之下連續三發bluff all in 那這邊Judson Quinn是一定會call的我覺得 哇這一把輸掉了整組的籌碼 25萬3千 這場是我們Triton的第一場賽事 25萬港幣的買入 那這邊雖然是UTG 可是我看現在是6人桌 其實他位置是Logic 所以我相信這邊是可以open 那Danny選擇下注到13000 Judson Quinn在小芒跟住了一個Pocketeus 那Michael Solizar這邊也是一個可以輕鬆跟住的一個騎士手牌 他的勝率還是三加最高的 托波卡 哇Fopper nuts 可是這一把應該贏不到什麼錢了 OK不好意思我的失誤 我剛剛以為Michael Solizar是Q9銅花 我看錯了是Q8銅花 那我們在這邊集中了兩隊 那我們的Danny Tan 在UTG Open的玩家 所以在這邊可以很輕鬆的表示自己有S-King 所以他有機會在那邊拿3-3轉成炸弧 所以他有機會在那邊拿3-3轉成炸弧 又是在最有位置的中央之下 在小芒大芒都選擇跟住 的中央之下 那我覺得這邊 是可以把 2-3-3有機會打開的 應該是可以把2-2打開的 或是把一些只有一個對子的中央之下打開的 或是把一些只有一個對子的中央之下打開的 不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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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